就会被恶意掉 走了会被恶意啊 如果学生走到草皮上的话就被恶意 同学们口中说的走过就会被恶意的地方就在这 冯甲大学图书馆前原型大广场就是知名的恶意步道 正在开挖将被彻底封存 现场用三角锥围起来原本的草皮和地砖也被挖起 正中央多放了一架模型飞机 对比原本的样子 大片草皮正中央有一个原型小广场连接四条石砖步道 这个景象已经成为回忆 四月后二一步道将会有全新样貌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二一步道 没错几乎不会有人从中间走过去 不会特别说不走 主要是自己的问题 不管信不信这条二一步道有超过25年的历史 成了冯甲大学生的共同回忆 封印二一 2012年校方还曾举办过封印二一活动 现场发放追分成功御手想破除魔咒 从学生们口耳相传的校园传说 变成校方认证 冯甲大学内还有一处分手步道 相传情侣只要走过就会say bye bye 不过类似的校园传说 不少大学都会有 东海大学文理大道 长长的草皮斜坡 间隔铺涉水泥步道 学生们相传 走的时刻 只要踩到草皮也会被二一 今天没有会准时毕业 好像提早穿的话会不能毕业 世信大学也有传说 但相对暖心 午夜12点后创校的校长 陈舍我会巡视校园并关灯 只要见到同学 就会拍拍他的肩膀 并且提醒他要记得关灯 相传碰到校长的人 整个学期都会欧趴 前提是不要被吓坏了 另外文化大学也有二一门 也是传说 走过就会被二一 学长姐不只传承经验 顺便把传说一带传一带 不过三年前就已经有不少学校 陆续废除二一制 还在讲这个传说的学长姐们 小心暴露年龄 TVBS新闻前路 新台中台北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